随着春运临近,春节能不能回家成为当下人们的热议话题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先后提出了就地过年的倡议 1月17日,新疆乌鲁木齐某快递公司里,台和日丁阿卜杜克任一如往常的工作者 往年这个时候,他应该正备回家做准备了 当天清晨,天还没亮,台和日丁就来到营业点,开始穿房护扑,测量体温,双手消沙 一系列的常规操作后,开始了他一天的收派工作 卸货安检并消沙,分检货物,扫码确认,装车送货 年前的货物尤其的多,每天平均都是在100件以上 因为工作很辛苦,所以每次在送货的路上 台和日丁都会放手欢快的歌曲,以缓解紧张的心情 快递这个行业,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付出,有回报 你的付出和你的回报是很正比的,想正前就得踏踏实实干,努力干 他这个辛苦归辛苦,但是想要这个更好的这个回报的话 那就得卢起修加油干 台和日丁的父母都在吐鲁番市 距离乌鲁木齐市很近,只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往年春节,台和日丁都会回家与家人团聚,但今年的情况太特殊了 所以今年,台和日丁选择了在岗位上过年 趁着送货间隙,台和日丁与母亲进行了短暂的视频通话 喂,妈妈 儿子,你好 你好,妈妈 妈,新年快乐,给你拜个早年 哎呀,谢谢儿子,谢谢,祝你生肌健康 今年我不回去过年了 我想你了,你不能回不来吗 现在疫情太严重了,我就不回去了 工作好好努力一下,妈 好的,好的,妈,妈再见 虽然今年不能回家过年了,但是没事 这个在我住地,在我公司,过年也是一样的 疫情嘛,响应国家的这个响应,就地过年 现在这个通讯呀,很方便,跟家里面人适时评呀,都可以 我们提倡呢,我们的员工呢,就地过年 大年三十开始,我们各负责人全部下去 向小哥一起,在一起,在一起过年 事败人员呢,我们要有三倍的工资,给予他们这个补助 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还不差不多 为名将行画面的人 在这段时间,看起来 你们你要好的